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在朝鲜的每一天 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 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 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 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我们的战士 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的说 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 他们看来是很平凡 很简单的嘞 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 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盛细致的感情 可是我要说 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 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纯朴和谦逊 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 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 去切断军鱼里敌人的逃路 当他们赶到舒堂战时 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 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 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 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 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 阻住敌人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 敌人为了逃命 用了三十二架飞机 十多辆坦克发起几团冲锋 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 汽油弹的火焰 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 高喊着口号 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 敌人的死尸像骨子似的 在山前堆满了 邪也把这山岗留红了 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 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 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 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 把他们压到山脚 飞机制下的汽油弹 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 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 他们把枪一摔 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 向敌人扑去 把敌人抱住 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 战后 这个帘的阵地上 枪支完全摔碎了 机枪临界扔得满山都是 烈士们的遗体 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 有抱住敌人腰的 有抱住敌人头的 有掐住敌人脖子 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 和敌人倒在一起 烧在一起 有一个战士 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 弹体上沾满脑浆 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 脑浆蹦裂 涂了一地 另一个战士 嘴里还咸着敌人的半块耳朵 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 由于他们两手扣着 把敌人抱得那样紧 分都分不开 以至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 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 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 拒接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 一次最壮烈的战斗 松武风战斗 或者叫书唐战战斗 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 让我把带火铺敌 和用刺刀跟敌人 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 记下吧 他们的名字是 王金传 邢玉堂 王文英 荀官全 王金侯 赵兮杰 随金山 李玉安 丁振代 张贵生 崔玉亮 李树国 还有一个战士 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 让我们的烈士们 千载万事 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的营长 向我叙说了以上的情形 他的声调是缓慢的 他的感情是沉重的 他说 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 他掉了眼泪 但是 他接着说 你不要以为 我是为他们伤心 不 我是为他们骄傲 我觉得 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 太可爱了 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的 掉下泪来 朋友们 当你听到这段 英雄事迹的时候 你的感想如何呢 你不觉得 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 你不以我们的祖国 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 对敌人这样狠 而对朝鲜人民 却是那样的爱 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江北岸 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 他今年才二十一岁 名叫马玉祥 是黑龙江青岗线人 他长着一副 微黑透红的脸堂 高高的个儿 站在那儿 像秋天田野里 一株红高粱那样 淳朴可爱 不过 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 显得稍微疲劳些 眼里的红丝还没有推进 他原来是泡冰棉的 有一天夜里 他被一阵哭声惊醒的 出去一看 是一个朝鲜老妈妈 坐在山岗上哭 原来 他的房子被炸毁了 他在山里搭了个窝棚 窝棚又被炸毁了 回来 他马上到连部要求 调到步冰棉去 正好步冰棉也需要人 就批准了他 我说 在炮冰棉 不是一样打敌人吗 那不同 他说 离敌人越近 越觉着打得过瘾 越觉着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的 日日夜夜里 有一天 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 刚一进村 有几架敌机袭过来 打了一阵机关炮 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 有几间房子着了火 火又盛 烟又大 使人不敢到跟前去 这时候 他听见烟火里 有一个小孩子 哇哇哭叫的声音 他马上穿过浓烟 到近处一看 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 在院子里倒着 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 他走到屋门口 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 已经进不去人 门窗的纸已经烧着 小孩子的哭声 随着那滚滚的浓烟传出来 听得真真切切 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 我能够不进去吗 我不能 我想 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 我能够进去 那么 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 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 不是一样的吗 我就踹开了门 扑了进去 呀 满屋子灰洞洞的烟 只能听见小孩哭 看不进人 我的眼也睁不开 脸烫得像刀割一般 我也不知道 自己的身上着了火 没有 我也不管他了 只是在地上乱摸 先摸着一个大人 拉了拉 没拉动 又向大人的身后摸 才摸着小孩的腿 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 跳出门去 我一看小孩子 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啊 他穿着小短褐 光着两条小腿 小腿乱蹬着 哇哇的哭 我心想 不管你哭不哭 不救活你家大人 谁养活你来 这时候火更大了 屋子里的家具食物 也烧着了 我就把它往地上一放 就又从那火门里 钻了进去 一拉那个大人 他哼了一声 再拉又不动了 凑近一看 见他脸上流下来的血 已经把他胸前的 白衣染红了 眼睛已经闭上 我知道他不行了 才赶忙跳出门外 扑密身上的火苗 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朋友 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 你的感想又是如何呢 你不觉得 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 朝鲜战场是艰苦些 但战士们是怎样想的呢 有一次 我见到一个战士 在防空洞里 吃一口炒面 就一口血 我问他 你不觉得苦吗 他把郑送往嘴里的 一勺血收回来 笑了笑说 怎么能不觉得 咱们革命军队 又不是个怪物 不过 我们的光荣 也就在这里 他把小勺干脆放下 兴奋地说 就拿吃血来说吧 我在这里吃血 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 不吃血 他们可以坐在挺货量的屋子里 泡上一壶茶 守住个小火炉子 想吃点什么 就做点什么 他又指了指 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 再比如 蹲防空洞吧 多憋得慌 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 光光的马路不能走 可是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 祖国的人民 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 不慌不忙地走啊 他们想骑车子也行 想走路也行 边溜得边说话也行 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 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所以 他又把血放到嘴里 像总结似的说 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 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嘞 我又问 你想不想祖国啊 他笑起来 谁不想嘞 说不想那是假话 可是我不愿意回去 如果回去 祖国的老百姓问 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 完成的怎么样了 我怎么答对呢 我说 朝鲜半边红 半边黑 这算什么话呢 我接着问 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 吃了这么多苦 你们对祖国 对朝鲜 有什么要求吗 他想了一下 才回答我 我们什么也不要 可是说 可是说心里话 我这话可不一定恰当呀 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他笑着 用手指比个铜子大小 怕我不明白 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戴在胸服上 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 用不着多举例 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 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 他们的灵魂多么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是历史上 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第一流的人 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善良人民的优秀之花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 我们 以我们的祖国 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 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坐上早晨 第一列电车 吃向工厂的时候 当你扛上泥巴 走向田野的时候 当你喝完一杯豆浆 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 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 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 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 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 这是很平常的呀 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 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朋友 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 爱我们的领袖 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 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真的不客气 你还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